在股市中,弱肉强食的现象普遍存在 大多数投资者都处于输家的队伍 进场十个人可能有九个输 相对的,少数能够脱颖而出的强者走遍四方 而弱者则寸步难行 然而,成为股市的强者并非要让强者变笨 而是让弱者提升自身智慧 这才是根本的解决之道 在投资的道路上 学习与成长是持久成功的关键 不断学习,调整策略 并提高自己的分析能力和操作技巧 才能在股市中站稳脚跟 成为真正的赢家 记住,强者并非生而知之 而是透过不断的学习和磨练而来 张雨鸣分析师在YouTube频道里面 搜索的关键是 然后完成订阅按小铃铛就可以 持续来观看追踪张雨鸣的YouTube频道